人只要活着有一口气 再就有希望 地震动摇台湾 但是那身互动摇了我的心 结束一天的忙碌 回到台北的租屋处 25岁的张来谦 就像一般北上求职的年轻人 但她的人生在18年前 一场天摇地动全都变了调 对于921最恐惧的一个印象 应该是在小时候 天摇地动 然后下来床边 赶快出去大门口再去看 再从大门口外看的那瞬间 就看到房子另外一半不见 1999年9月21号 年仅8岁的她 父母双亡 哥哥姐姐被分别收养 自己也在亲戚家寄人篱下 但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要打开心房这条路 她走了好多年 921大地震对我的最大的一个 面对跟考验 其实就是人群吧 就有一种面对人群的压力 因为大家怎么看你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怎么看自己的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曾经用笑脸武装自己 如今已经可以坦然说出自己的过去 张来迁对命运造化弄人 不悔恨更不会轻易低头 乖乖乖乖乖乖 是因为我觉得 家只要是有人会去在乎你 温暖你 甚至说 等着你回家 那就是个最棒的地方 其实说真的 我到现在都很想他们 我每一次的921我都会 感谢他们一次 是他们给我一个新的生活机会 新的生命去面对这个社会 甚至带给这些社会一些正能量 华语新闻 柯黄明 江浅东 王长卢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